现在寻找进攻时间吗 没有防守后反击 EPEC还在寻找目标 一拳再打死了 感觉BET最近也是 已经偏向于超级自由人了 什么都能用 那这一波其实有点危险 TIMO如果 我正要讲 如果他也倒的话 其实融合队慢慢打就好了 对 但是拉了一个是铁拳 那法老之音无敌了 而且有一个天降阵 也随时都可以放 很难受 那技能都可以不用放了 其实都可以不用放了 已经是一个崩盘的局势 随着TIMO倒地之后 就是其他人保住自己的性命 我们看到Harryhood开启了他的射 想要掩护队友 麦冲炸弹要粘上去吗 但是还差4%的能量 小混蛋 有没有躲掉 还在这边磨这个麦克雷 哇 想尽办法 想要在安全的状况之下 集到这个麦冲炸弹 黏在麦克雷身上 但没有办法如愿 那对手是TIMO啊 TIMO他实际还是比较 注意到合伙的 没有晕到 小心一击有可能被瞄掉 哇 铁拳 铁拳刷罩子 这个罩子却打在了一个 和尚身上 这一波我觉得失误挺大的 铁拳下一轮技能 一分上已经算好了 55秒的最后推进时间 Shadowburn在这个时间把其他的刀换掉一个人之后随即倒地 还是老问题啊 是但不过是有一些压制效果的 队友也是在这个时候打出了很多的输出 麦克雷的阵亡 车边的交战依旧是非常激烈 铁拳还是没有死继续打 那再一个右键拿出来呢 没有 感觉现在情况有点不明朗 EFFECT再次回点 麦克雷应该没有办法再撑太多的时间了 检视一下Coco的能量状态也并不是很好 但麦克雷炸掉Neptuno 这太关键了 真的是疯狂的刷力量 有没有人卡车 天使卡住车 一个荷宝投出来 这个地方有点躲不了了 是的 只能被炸死 但是Coco的原始暴怒已经要好了 现在在车边跟哈巴对位还有Shadowburn 但是因为他有原始暴怒不需要太担心 可以继续拖延时间 而且还在乱战之中一拳打死了Shadowburn 现在只剩下哈巴在车旁边能卡多久的时间 来了 哎没能踩点天使强行飞过来踩点 配合着裂空 这个时候找个机会第二位天使阵亡 小妹妹被杀掉裂空也没有太多办法踩到 是 打自然道队的大军已经赶到了车旁边 现在人比较多的情况之下 融合队很辛苦 配合这一个Fragget的原始暴怒能够拖延多少的时间呢 而且在残局有铁拳一套伤害真的是吃满 Shadowburn这个时候能不能把刀刷出来 还差一点点 但是这个铁拳做下来也基本是瓦解了去踩车的一个欲望 是的 Timo应该自己去摸 当然还要让Timo自己摸啊 只能自己摸了 还真的挺有机会的 挂上去上去开刀 还真的这几枪压力是给到的 对面Fragget的单位已经往后缩了 跑对角啊 Timo应该要再往左边一点 他现在把伤害稍微锁定在双飞的位置一些会比较好 要给空中压力 是的 感觉现在双飞基本上是走地机走不出去 而大量的融合队成员是被卡在左边的房间里面 但是抓准了一个机会出来做反击 看有没有拿到效果 还是没打到 哦 这边直接给打死了 但是还好啊 正面战线这边达到的效果还是相当不错 FX想对空吗 一直在往天空看 感觉FX的铁拳就是大招随便放的 融合队也是相当理性啊 不要用四个人去硬做卡点 放掉两个都没关系 赶快重新整理六个人打一波 这边有Hero Hook怎么倒了啊 哇 陈面一枪打死Carpet 这影响非常的大 Hero Hook已经被拉了起来 Timo就一个相当好的射击点位 待会从左边切出来补一个神射手 这个双飞还有位置在吗 好吧 看起来也快爆甲了 是的 这几箱伤害就非常高的感觉 Timo最近也是因为上周没有上场的原因 也是有一些苦练呀 是的 哇 Shadowburn 从什么奇怪的角度切出来 你们的方针上是比较集中的 而且法老之音确实有点肆无忌惮 Shadowburn 晋升火箭弹幕 杀掉天使跟麦克雷 还不退吗 铁拳只能抽前排 而前排根本打不死 17秒 打完就必须得死 哇 也退不了了 没有了 没有了 基本上是没有了 只剩一个温斯顿 这边还开启原始暴度 Hobox活得很舒服 一伤自己伤到温斯顿必不可能活 天上有个天使开启女武神的状态 闪半再给一炮 也死血 被追死 再抬起来了一个温斯顿 但是也活不久 是的 应该是没有办法 这个加持 时间就快要到了 第一张地图爱新瓦尔德 这边缘是如果要限制到这个黑白盒 必须得绕啊 而且在门口这边给了太多的压值 选择一波鞋 打在对方的阵地战上面 来看一下效果怎么样 如果说短期内太某没有杀人 刚讲完这击杀掉了 Fragge少掉了温斯顿的情况 Neptuno强行把Fragge拉了起来 而且击杀掉了Hero Hook跟FX 这一波的进攻看起来相当的有效 只杀一个人不够 BOOMBOX连珠直接打掉了FX炸弹轮胎 这个战轮胎开的时间也有点奇怪 双T基本上都要吊 这边直接一个合棒 坐上机甲 没有坐上去 那这波很有可能要拔刀了呀 是的Shadowburn在关他 直接拔刀 逼他技能OK的没问题 那这波直接出了双斧大招 Shadowburn只要不死就好 活下来就行 对只要不死就是赚 拼掉对方的圣 对方的圣是被强迫开了出来 现在点上是融合队的人比较多 但是位置相当的乱 是为了追一个timeout 全部人都已经往后拉了拉 这边时候补给下来 不过我倒觉得这个追timeout的动作 团队整体意识还不错 大家要拉就一起拉 对 尽可能做到一致 这样是最好的 就算可能进攻得到这些缓解 想要先处理掉Miki的机甲 而且其实也真的相当成功 现在再次的击杀掉Miki之后 带着队友进场 FX虽然努力击杀掉了Fraggy 但马上被对方的Neptuno拉了起来 是的 第二个轮胎下来 只是炸掉一个机甲 而自己的队友全部阵亡 这波点没有了 是的 坦克鞋头 别空 绕过去了 你可以看 Type这个位置 喂 但是Tymo 对 应该说Carpe 你杀掉一个人之后 我觉得他有点大意 他认为Tymo一定是呆在后线 结果没想到Tymo看得到他 是的 Tymo还是非常有灵性的 直接往后拉一拉 因为刚时那个位置是拉不了的 这边火力给了很多 为什么不吃药 发霸的状态也不好 倒地了 第一个点 对 直接送掉了 我觉得已经是极大的雪球状态了 这个没有打下来实在是 哇 狙掉Carpe 那这波又是一个可以打压 有点太前端了 这个SarCarpe 要看他们现在怎么扩大这个优势 选择直接往前压迫 还不错 有没有办法杀 Shadowburn杀掉了Tymo 上方的黑白盒 发挥非常的好 而且在Francky也倒地的情况之下 燃料队第二次的机会 有没有办法好好的把握住呢 核爆也是头下去了 机甲能做出来 再一次回到战场可以继续去 是的 而对于燃料队的把 筹码来说 先开启这一个圣 保住自己点上队友的性命 Terry Hook倒地 但没关系 确实应该可以把他拉起来 直接拉起来 那双方其实还是在一个交火之间 Shadowburn要去找他了 单线队位是牵制到了Tymo 不过大招好了之后 应该会回到点上做交战 尤其是现在Hava又爆甲的情况 这一把刀不能省 Shadowburn这个刀来得太慢了 来了来了 但是他敢不敢拔呢 这个手拔刀入墙 能不能砍到人 他非拔不可啊 这边是击杀掉了Harry Hook 并且也顺手 砍死了Tymo跟Coco 这次的拔刀非常的关键 帮助融合队 再次的把BG成功地防守 就感觉OB视角 只要不切到他 拔刀效果都还OK Shadowburn工作就只有两个 好 先看完这一个画面 砍死了 很危险 而这波马上有刀 开起来了 找谁 先找Chill 先找Harry Hook 往后拉一拉 有血没有问题 Shadowburn的刀快好了 配合剩这一把 我觉得燃料队在打下来 非常的困难 但有办法逼多少招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很重要的点 小鸭塔已经有大招了 那这一波 Shadowburn Shadowburn状态有点危险 下面的补包 还没有办法重生 先借着这一个圣 把自己的血线状况 拉满的时候 观察一下有没有拔刀的必要 可以拔了呀 就直接砍前排啊 打吧 Shadowburn一把刀即杀掉了 Chips冲进 哇 冲到这边被Temo杀掉了 总觉得Shadowburn拔刀的实际诡异 他早该拔的 砍前排就行了呀 对 没打前端防守 全部退点了 直接上来之后上来 就是一套伤害非常的高 是的 急杀掉Shadowburn 如果面对着这个阵容 第一时间的打击不是重点 而他自己打完以后 掉下来以后 下一套技能根本打不上去 那铁拳花东西玩完了 可不可以换了 Temo单线来到了右端 但是面对的应该是对方的盾 没错 抓不到对方失误的机会 是的 一点伤害都打不了 而且逼不了任何对面的一个走位失误 踩在上面点让一让 没问题 那这个时候 铁拳再次返回战场的时候 你是不是应该要 考虑一下有什么进攻手段 而且Chips再度的倒地了 现在人数对于融合队来说 还是有绝大的优势吗 哇 这边来疯狂的交换 Carpet是怎么样倒地的 而这边女武神的原因 完全可以和你换人 打不过了 铁拳坐到楼上 把狂鼠逼了下来 还拿了个铁拳啊 是的 左方阵地 大致上位置都已经被抓到了 而且还看到Temo 不是在后方的射击点位 Shadowburn渗透到后方没有被击杀 那其实可以看到 正面就这样交火 就看待会点上 哇 Carpet也落位了 差不多要发动进攻了 哇 要被飞死了呀 哇 这是一个超近身 急杀掉Boombox吗 Boombox 非常非常规的 过去想要袭击对手 落位真的很成功啊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想这么多 这个卖冲蛋蛋没有拿到成果被巧妙地躲过 不过FX这次没有那么好运开场 就被HABOT急杀掉了 而且Shadowburn刀也快好了 再等黑白波 直接给视野来 那这波绕不了了呀 要小心一点 出去可能会被鞠掉 是的 Win Spoon终于去找Temo了 终于去找了 我眼泪也都流出来了 好 死了 那是一些残局 天神的啦 原始有刀 盛开出来 赶快往后走一走 哇 我真要讲他没死 结果旁边其实有一个 无形中的刺客女武神 把他给打死了 他当时在迟疑什么 赶快吃血包去啊 不明原因 但是Carpet跟FUNBOX后续的伤害 配合HABOT这个击杀 现在人数还是完全的倒向融合队 离胜利只差 0.1秒结束 恭喜费城融合队 再次的拿下了第二张地图 点击杀 击杀 2-5分钟 2-5分钟